4月23日一则报铁在网上掀起悬染大波 点赞常无识问评论更是众说分约 爆料中提到二字顶流男星和顶流小花分手 南方经纪人已经取关 新剧还有怎么营业 消息一报之后 吃瓜群众纷纷猜测 这个二字顶流男星和顶流花分别是谁 提到顶流男星和顶流小花的情侣组合 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陆寒和关小彤 陆寒和关小彤恋爱长跑五年 至今没有传出婚讯 因此才有爆料称他们分手 不过前段时间陆寒33岁生日 关小彤不仅恰点送祝福 还被眼见的网友发现两个人IP地址相同 随后又有路人派到陆寒出行 戴着关小彤的周边口罩 小情侣感情稳定没有分手的迹象 于是又有网友透露又网友猜测 二字顶流男星和顶流小花 其实指的是杨阳和王楚然 前段时间杨阳和王楚然的恋情绯闻 就在网上引发热议 先是由杨阳的大粉发出一组情侣滑雪的照片 随后网友们根据照片中的各种细节 对标上了王楚然和杨阳 比如王楚然从在12月发布滑雪场的视频 合照中男方包裹结实 带手掌心却露出一颗痴 这杨阳的特征吻合 女方手上涂的指甲油也与王楚然出合 粉丝们更是化身裂纹虎客 又霸出了杨阳和王楚然的各种同款 包括但不限于墨镜 袜子 手机壳等等 杨阳作为顶流之一 拍摄的作品微微一笑很清晨 你是我的荣耀 且是天下 对我这非常不错的成绩 王楚然则是近两年才崛起的心心 凭借今年播出的听说你喜欢我 成为心惊小花 郎才女貌本事绝备 不过因为都处于事业上升级 所以粉丝都不太愿意两个人在一起 前段时间 关于两个人的爆料层出不凶 甚至有消息称 他们已经拿到爱德毕业证 如今却又传出他们分手的消息 也给他们的恋情的真实性 蒙上了一层神秘灭伤 不过时候也有粉丝评论了 周一结婚 周二欠到个人旗下 下午就分手了 难道都是故事大王 于是再议论分分中 又有人将目光锁在了吴雷和赵路斯身上 吴雷赵路斯自心汉灿烂 收获了一大批的CP粉 于是关于两个人恋情的消息 始终被网友所猜疑 甚至有网友将两个人的恋爱细节 一一八糟 毕竟两个人在心汉灿烂剧组 花絮中的表现真的不同寻常 在片场花絮 吴雷和赵路斯两个人的互动 真的太有爱了 满满的CP感 甜蜜氛围感 只能狠狠打捏住了 花絮中吴雷一把将赵路斯抱起 转身站立 眼神坚硬 动作潇洒利落 奶油力爆棚 完完全全就是霸走 即是感样 加上满天飞雪 仓皇奔走的人群 真的是氛围感满满 这也太浪漫了 谁看了都会忍不住心动嘛 当吴雷怀中的赵路斯 嘴而忍的 包雷雷拿走脸上的雪花时 也狠狠的戳到了 永远会为小细节而行动 两个人在片场的互动 真的是糖分爆表 互相顿势的甜甜一笑 狠狠嗑到了 林不一和成少商 这对CP 真的就是眼睛眼睛 双在线 但一个花絮里 都是满闷的糖 也太甜了 不过这些可能是 剧方的影业 如果想要坐实 两个人恋情的关系 不具备说明性 但是最近 他俩私底下的互动 却将两个人的恋爱关系 有了坐实的可能 吴雷赵路斯 两个人在4月20日这天 都戴上了一枚 中暗灵蛇系列的戒指 为此有我要表示 他们早已定情 戒指就是两个人订婚的证明 而且更巧合的是 在4月19日 雷雷就发了一张 自己在飞机上的照片 并发文 飞行时的邻座 雷雷雷七的 另外这一天 露丝的微博发文中 都要有一张 飞机上的座位图 所以在这里 小编认为 某人应该想说的是 飞行时的邻座 陆里陆七吧 不过没好意思说罢了 而且大家注意到了没 吴蕾的首饰是 露丝最爱的剪刀手 自从新哈斯莱之后 蕾雷的首饰 大多都是剪刀手 各家坐实了 两个人的恋爱关系 至于前段时间 两个人还共同参加了 同一款产品 百事可乐的代言 虽然玩偶参应 二字顶流男星 和顶流女星 是他们两个人 也不难理解 但疑惑的是 在该爆料中 只是两位明星人 之后将会有闲剧播出 而吴蕾张洛斯 最近似乎没有 该方面合作的意思 所以很大可能性 也不是两位 于是接下来 我爱我认为 现实中 穿二字顶流 和小黄的恋情 本就不多 但唯一剩下的 只有王凯和谈综运了 不过这一对 和吴蕾张洛斯的 原因一样 两人没有将要 合作刑局的消息 甚至在相复而行 播完之后 两个人私下里的 甜蜜互动 还没有吴蕾张洛斯多 不过小编 不是说他们两个 就没有可能 毕竟小编在那年冬天 还是十分的磕 两位的CB 尤其是 他们在片场花絮中的互动 只能很甜 很好磕 心里心外的暧昧感 都拉满了 倒也觉得两个人合适 就把王凯与谈综运 两个人安排起来 做男女主角 恰好这两个人血腥一样 就连属性都超级相配 三人人也就心心相惜了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 注意到了没 凯凯王与谈综运 心里心外之间的 风味感都是很甜的 在戏里有一段是 坦苏玉喝醉的戏 凯凯王走戏的时候 抱着坦苏玉 轻打轻放的 还被全城不动弹的坦苏玉 给勾住脖子 倒在了坦苏玉的身上 这是什么造型啊 眼前的玩偶们就发现了 地上的坦苏玉 表情上带着笑 导演这个时候就提说 要脸堆脸也比较好 不然这个姿势很别扭 坦苏玉还不理解 凯凯王就已经领机一动 散发着自己的观点 觉得要给躺在沙发上的坦苏玉 拿个枕头垫子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坦苏玉就借着酒精 抓着自己的外套 把自己一下子往他身上拉 这样的做法自然生动些 由于说一 凯凯王你真的是太会了 平时咋没发现 你怎么会聊呢 尤其是在心外的花絮里 凯凯王的心思就更生不住了 因为王凯的眼神骗不了人 苏玉之前 和男明星的亲密性 都会避险的 但是这次却没用 在发布会议现场的采访中 凯凯王表示自己出不了戏 感觉场场戏都印象深刻 不是戏里深刻 就是戏外深刻 说着说着 凯凯王的眼神 还不自觉的看向了怂悦 这眼神里的大思 一件嫁衣就出来了吧 紧急着 凯凯王还说 这个戏的剧组里 天天就是欢声笑语不断 细细琢磨剧本 都会认为蛮甜蜜的 甜蜜到有一点开心的表情 都是凯凯王的真实反应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脸顺的消场呢 因为凯凯王只要一看见 坦曾月 冷漠的表情就垮掉了 一点都不高了 导演怎么喊停 两人都无法控制 笑到停不下来 当然更上头的 还要在对戏的过程中 坦曾月要表演一场开心的戏 王凯就主动给他出张 让坦曾月想象一下 拍完这场戏就要收工了 是不是很开心 有了凯凯王的心理提示 坦宋云的表演一下子就开心了 只不过这个开心有力过猛了 有点开心过头了 反倒是有点假 因为这个假心笑容 王凯也忍不住笑场了 笑到扶着坦宋云的手蹲在地上 一个抓的自然 一个扶的熟练 令这场戏不断安静 重拍了好几次 最后导演无奈 让两个人有心而来即可 真的是太搞笑了 坦宋云在个人采访上说 和王凯演戏整个合作过程都会很愉快 因为他很可爱 咱就是说 这是同一字有女演员 这么评价王凯的吧 可爱这个词 跟之前的凯凯王完全就不沾边吧 两个人应该有心 下史生活中 王凯和坦宋云的性格都很相似 低调而有趣 如果真的在一起了 一定会幸福吧 所以这个二字顶留男星 顶留一人分手的消息 说的一定不是二位 那么以上 最具有可能的只有羊羊和王楚人 不过最后结果一定要都站在 这则爆料消息属实的情况下 所以只能等待狗子的公开 万一他们爆的是小狐咖 怎么说 那么大家认为 这对被爆料分手的顶留 会是谁呢 欢迎留言讨论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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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